第三町的鱈鱈鱈 由今年夏天開不久 是欠很多人去散步運動 但鱈鱈伯伯 今年的補均是跟美蕾救命無啥配合 迎出第三町公所 是特別邀請上來插威家去夢境 進行鱈鱈採尾 以當地生態跟美蕾愛情的故事主題 來增加美觀世界 民眾站在剛好的鱈鱈 看那一條商品 並歐落到鱈鱈鱈 是一年比一年更漂亮 色彩比較豐富 也變得比較生動 那看著這個風景跟這個畫 就是可以放鬆 也可以回憶勾取以前 談戀愛的那種 戀愛的甜蜜的滋味 那如果有時間就可以 帶著另一半或者是男女朋友 就到這邊逛逛走走 其實我們竹山的風景很美 現在第三町的鱈鱈鱈 在外面的家裡 他能看到美麗的色彩 要進行別世的阿母陀 救命是差很多 也是第三町公訴 特別請到上來的茶畫家 顧夢境進行鱈鱈的菜圍 以當地生態跟美麗愛情的故事 為主題來增加美觀的世界 因為現在彩繪很多 那3D彩繪也很多 但我希望想要呈現的是 他有獨特的一個故事跟溫暖 仔細看那個牆面 他們會發現到裡面 爺爺他承諾說他年輕的時候 要編一個竹籃給他 那年輕的時候 他是泡茶給爺爺喝 到老的時候爺爺終於 實現諾言 把他的竹籃子編好了 所以在另外一桶 你會看到他正在編那個竹籃子 那這一邊他們已經編好 他們又相約在一起 相約在這個夏萍吊橋 因為他本來就有 比較硬體的一個水泥建築物 那我相信說 這邊夏萍吊橋 植物性能很豐富 橫跨的這個 街仔尾溪的這個吊橋裡面 可以看到這個 魚兒都在裡面的 汐水還有白露絲 各種的一個鳥類都在裡面的 那我們希望說 只有這樣的一個插畫 讓這樣子的一個景色更加的美好 記得這邊是有愛情故事的 讓你來體驗喔 蔡尾故事裡面 有美麗愛情故事以外 還有在地第一位 顧色者 鳥頭骨頂頂的心態 都可以看到 讓大家來散步走到教室 除了可以看到風景 也可以慢慢來享受這個美麗的衛奏 來行為第三個新熱門打卡經典 今天算差不多